大家好,我是小薇。 Sora推出后,其强大的视频生成能力已经被世界认可。 例如,以下几段视频均由Sora生成,细节处理已经达到了极致。 第二段影片描述了一个现实中不存在的场景,却看起来非常真实。 这段视频则长达90秒,是一段完整的博物馆游览动画。 这也是Sora自发布以来推出的第二段超长视频。 Sora的发布不但让人们体验到了AGI的强大,也让其幕后的公司获得了高额的收益。 有网友戏称,支持美国经济的两大支柱只剩下英伟达和泰勒斯·威夫特。 可以肯定的是,自从Stable Diffusion模型发布后,一直持有英伟达股票到2024年的股民,已经获得了八倍的收益。 由于英伟达具备高端GPU的垄断技术,任何从事AI模型训练和云服务搭建的企业和个人都需要向其购买硬件,以满足算力需求。 2024年,英伟达将会把H100芯片的产能提高4倍以上,并逐步增加H200人工智能芯片的供应量。 英伟达同时表示,即使扩大产能,也依旧无法满足大量的市场需求。 2024年,人工智能产业还处于强劲的上升期,并存在很多投资和赚钱的机会。 硬件生产商方面,以英伟达的股价为例,尽管已经到达了800美元的高位。 如果没有出现强大的竞争对手,则有机会继续上涨。 最重要的是,英伟达提供的QDA架构,已经被开发者广泛使用。 也就是说,黄仁勋已经同时在硬件和软件生态建设方面,全面垄断了人工智能市场。 作为英伟达的竞争对手AMD,也在不断提高显卡的性能,优化软件的生态,缩小和英伟达的差距。 目前,苏兹峰已经把人工智能上升到AMD的最高战略优先级。 尽管没有获得英伟达的巨大涨幅,AMD的股价依旧达到了历史最高点。 小微认为,AMD目前已经完成战略转向,并有机会抢占英伟达的部分市场份额,具备很强的长期投资价值。 软件方面,OpenAI作为人工智能的领军企业,却一直没有上市。 OpenAI的股权比较分散,微软则是持股较高的股东之一。 目前,微软已经创建了基于GPT和DAOE3模型的Copilot助手,并广泛应用到Windows系统和Microsoft 365中。 基于GPT4模型的Copilot Pro高级账号,还可以为微软带来丰厚的现金收益。 同时,微软Azure也提供了GPT4API云服务,分享ChatGPT带来的红利。 目前,微软的股价也在缓慢上涨,并没有错过本次人工智能技术革命带来的财富增值。 此外,微软还在加大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。 例如,和Mistrow合作,为其提供云端算力支持。 投资Figure公司,支持AI机器人产业的发展。 不过,Google却因为Gemini多模态模型掩饰造假、Amazon模型涉嫌政治等问题,导致很多用户对其失去信心,股价涨幅远不如其他企业。 而且,在图像生成、视频生成方面,Google也远落后于Sora和Mit Journey等模型。 因此,小微不建议投资Google的股票。 此外,和半导体、芯片生产相关的企业也具备很高的投资价值。 例如,具备3纳米工艺的台积电,股价也突破了前期高点。 随着AI芯片的需求量增加,台积电也会成为最大的受益企业之一。 作为人工智能三巨头之一的Meta,股价表现也非常抢眼。 2023年,Meta推出了Lama 2开源大语言模型,一直处于行业领先地位。 根据确切消息,Lama 3模型即将在2024年7月推出,对标GPT4和Gemini 1.5模型。 此外,Meta在音频生成、语音克隆、图像生成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,值得长期投资。 日前,扎克伯格访问日本并和岸田文雄会谈,表示会对AI领域进行投资,将Meta的业务扩展至日本。 为了弥补和美国的差距,日本正在大力扶持人工智能产业,并推出了很多优惠政策。 除了以上几家大型公司,很多互联网企业也在以最快的速度进行转型。 根据媒体报道,Tumblr和WordPress的母公司正在和OpenAI、MeetJourney商讨出售数据的事宜。 此项动作表明,传统的图库和图像分享平台正在受到AI生成图像的强烈冲击。 例如,自从Sora推出的当天,Adobe的股价就产生了巨大的跌幅。 Adobe Stock是其重要的收入来源,也是全球设计者必备的素材库。 不过,随着Sora的发布,将会改变传统素材库的运营模式。 在不久的将来,设计师无需从素材库购买高价的授权内容,只需使用Sora和MeetJourney,即可生成想要的图像和视频素材。 尽管Adobe已经推出了Firefly模型,也无法挽救Adobe Stock的最终命运。 总之,以Sora为代表的生成式AI工具,将会重塑互联网的格局。 投资正确的公司,依旧可以获得长期稳定的收益。 如果不想深入研究各个公司,也可以尝试投资和机器人、AI相关的ETF基金。 根据过去一年的走势,即使是纳斯达克指数基金,也有不错的收益。 今天的节目仅代表了小薇的个人观点,如需投资相关股票和基金,还请大家注意风险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